云端 我们是 我也放在云端 白板里面有个学生成绩 所以你把它打开来之后的话呢 它是一个Google试算表 那它有提供一个 就是下载档案的是CSV 所以请各位把那个CSV下载下来 那我刚刚已经把它下载 下载我把它 档案把它下载 那下载下来之后的话 再把这个档呢 当然有几种做法 要不就是说呢 你把这个档怎么样 这个档案 你把它直接就 复制一份到我们的什么呢 我们的这个根木底下 另外有一个做法就是 那如果你想说 那如果我不要复制 我可不可以直接存取 到目前这个位置呢 当然可以啊 也可以用什么 绝对入境 像我如果要把这个call过来的话 当然我们第一个是open open之后的话 我给它什么 给它的是一个什么呢 这个档名 不过前提是 这个档名 它是存在这个根木底下 那后面是r 然后呢 encoding因为是从google来的 所以记得就encoding 等于utf8 这一定要 因为它不是以sale产生 它是google产生的 一定要utf8 那但是如果说我今天呢 我不要call 我要直接存取那个路径的话 我们可以写成绝对路径 现在这种叫相对路径 为什么相对于目前的这个module 它就在旁边 所以你不需要给它任何的持列机位置 加上目录的名称 OK 它就自动抓得到 但是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直接给它存取的话 第一个 你可能要告诉它什么 你放在哪一个目录底下 所以呢 我比较习惯这样 点选我现在的这个路径 上面有一个 叫我的那个档案的路径 点一下 那我习惯是复制 复制这个上面的名称 然后把它贴到哪里 贴到这个前方 贴上 Ctrl V 再一个斜线 这个斜线一定要有 这个指的是它的根目录底下 这个根目录符号 你一定要反斜线 OK 那它就会知道说 你现在的档案呢 是在哪里呢 是在这个 这个磁碟 C磁碟底下的 这个目录的下面 找到它 OK 一定要给 那但是要记得 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因为呢 我们这个反斜线 它是一个保留的字元 所以呢 你不能直接用 它会搞不清楚 到底你这个是 是里面的字串 还是我现在用的符号 所以一般会习惯 把它改成再多一个 拖曳字元的写法 OK 所以这边的话 但是因为呢 我们有好几个啦 我建议啊 如果以后你的路径很长一串 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做法 就是你直接在这个字串的前方 加一个小R 也就是你后面就不用一直加了啦 OK 这个做法其实会比较简单 不然的话以后你 那个路径很长一串 哇 你要一直加一直加 不要麻烦 我建议这个方法比较OK 那我们就可以怎么样 把这里面的东西把它开起来 接下来的话 我们可以用reline reline 把它整个读 读到哪里呢 读到一个类似的一里面 那并且把它print出来 我先底下先把它mark掉 那把它print 把这个list1呢 直接print的结果显示出来 OK 这个 但是会有个问题 就是如果我今天呢 我要的结果 是什么呢 是 如果我今天我要的结果 是各科的最高分的话 OK 把它print出来 那你会发现 它所有东西呢 都会帮我放在 这个串列里面 诶 每一个 它这个第一个 当然应该第一个 它会是栏位名称 然后第一个人的成绩 第二个人的成绩 因此类推 但问题有个问题 有个部分就是说 那可是我要国文的 总分 平均 最高分 是谁 哇 那这怎么办 所以特别注意 你可能要把它拆开来 诶 拆开来怎么拆开来 所以这个 可能 我想到的方法 就是呢 如果你有 姓名 国文英文数学 有四个栏位 那我的习惯是这样 我有个偷懒的招 什么招呢 就是哦 我就在底下 产生ABCD 的串列 那 有点像 我刚刚讲过嘛 有点像 把那个 Python 里面做的虚的部分 想象成 有点像 Essal里面的 诗的部分 有没有 一个栏位 我就A栏 B栏 C栏 B栏 类似这种概念 然后呢 我就把它怎么样 分别取出来 丢到各个串列里面 再分别处理 这样子才有办法 把 国文的总分 平均 跟最高分 把它抓出来 所以如果说 第一个 请各位先试一下 把那个档案 开起来 第二个的话呢 把它realize 把它读到 List E里面 但会有个问题 就是说 那我要怎么样 把这些东西 分别 放在 ABCD的串列里面 然后并且怎么样 并且可以 再把它这些资料 拿来做一个总分 平均 还有最高分 我怎么知道 这里面 最高分 国文最高分 而且最高分就算了 还要知道是谁 OK 而且还有国文 还有英文 还有数学 所以最后看到 的结果 大概show 其实云端上面也有 就是我希望看到的结果 就是长这样子 请各位先 也许先不用看到 我希望长这样子 所以第一个 先帮我列出来 国文 英文 数学 这个可能没赶到 应该数学最高分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希望做出长这样子 国文 姓名 国文 英文 数学 那里面的话就分别把这些资料放在下面 但是我需要的是国文总分跟平均 国文的总分跟平均的话 那基本上 其实我主要是会需要 有一个串列 那这个串列的话 它基本上 全部都放国文乘七就好了 也就是说 我可能会需要一个什么 一个什么呢 一个串列 这个串列假设是B好了 就是我刚刚讲的B B的空字 空的一个串列 那这个空串列把这个东西先全部丢进去 那这个以此类推 这个就放在C 这个就放在D 那将来我只要什么 如果要加它里面的总分的话 就外面加一个SUM 然后把这个串列 丢到SUM里面就可以了 因为SUM 只要你给它一个串列 它就帮你加总 OK 那如果你要算平均的话 就是怎么样 它的总分除以什么呢 LEN 就它总共有几个 这样就是平均的 是不是要几 但是我要如何产生 这三个串列呢 OK 这才是重点 所以第一个 那我们先把这个 先把它跑出来 所以 接下来如果说 我已经可以把它开档 我realize 然后呢 我就把这个放在list 并且把它逐个逐个切割 那因为我要避开 那个我们的栏位名称 那栏位名称 你也可以抓前面 只是我发现那个 比较麻烦 干脆你就逐个逐个 先写栏位名称好了 姓名国文英文数学 然后呢 我要的资料是从地 避开栏位名称 从那个第0个开始 到 它全部 帮我跑出来 然后并且呢 把里面的资料 逐个逐个抓出来 然后避开 把后面的那个换行拿掉 所以接下来我把它执行一下 这个时候呢 就看到的是我们要的 列出所有人的成绩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 产生在上面产生什么 产生三个 三个那个串列 这三个串列 主要用途是吧 就是国文放国文 放B 英文放C 数学放D OK 要怎么做呢 基本上就跑回圈过程当中 你就append嘛 所以呢 你就be.append 因为呢 这里面东西过来的 它会是一个 一个串例 所以这边的话 我要需要什么 还要再把它拆掉 所以 第一个动作呢 就跟前面一样嘛 把那个list1里面的这一个 先取出来 那因为我从第一个取啦 所以会基本上取留小华的 然后取留小华的第一 就是指的是第二栏的资料 记得要转型哦 如果没有转型的话 它是一个字串嘛 转过来 append到B里面去 然后再来的C再来的D OK 因为第一的话呢 因为最后有个换行把它拿掉 好那这样就会有国文 英文 数学的串列 你就等于是放进去 再来的话呢 我就把它print print可能为一个分割线 再来就怎么样呢 把那个国文成绩给秀出来 那国文成绩怎么秀呢 国文总分 我就这边用format嘛 然后这边的话是大瓜糊 里面放个冒号 冒号D 然后呢 这个是取得小数点第二位 后面的话呢 这个一个字串 点format 再把什么呢 把那个sum的结果 有没有 sum把B这个串列放进去 然后呢 平均的话就是什么 它的总分 再除以它总共里面有几个串列 这个总共有几个 那这样的话 我国文就可以输出 那一类推 还有数 英文 然后再来就数学 其实一样 你可以把上面复制下来改一下 就OK 然后把它print给各位看一下 这样的话呢 那基本上就完成我的第二阶段 就是国文的总分 他就会把这一个整个加总放在这边 然后再除以它几个 而且取到小小的第二位 英文数学就OK了 应该了解我的意思啦 再来的话呢 就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比较困难 那国文是谁最高分 当然你现在看 用眼睛看应该看得出来 七十分 丁小语 有没有 都还有同分的 先不用管 英文的话 七十五分 还有八十分 这个刘永华 不过我好像我改过 你们可能要注 然后那个 数学的话张永华 那我怎么知道谁最高 你又不在眼睛看 我用逻辑判断 所以这边的话怎么样把国文最高分英文数学另外哦还有一个问题 我不是只要知道最高分是谁 不是这几分哦还要知道是谁是谁哦所以特别注意哦你要把他同样的index的位置的那个人的成绩一起帮我带过来哇这是最麻烦的算最高分OK啦但是是谁就比较麻烦所以请各位试一下啦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所以我们可以分阶段来看嘛第一阶段也许先把他的那个成绩清单先列出来 第二阶段就是再加上总分各科的哦总分跟平均 因为要各科的总分跟平均 因为要各科的总分跟平均 所以必须怎么样把资料先放在BCD的串列里面